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年获得金马四项提名并且夺下最佳女配角的国片《幸福城市》更是单纲开幕片 导演何卫庭带领丁宁 石头和黄鹿等演员出席受到热情欢迎 他们也接受中央社访问 畅谈拍片心情 获得金马奖四项提名并抢下最佳女配角奖的国片《幸福城市》 单纲第29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开幕片 导演何卫庭带领演员丁宁 石头以及黄鹿出席 红地毯上受到市城影迷热情欢迎 《幸福城市》以盗序方式描述2049年 住在高级安养中心的男子张东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回顾转变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 剧情张力十足 导演何卫庭表示 人性不会在某一时刻突然翻转 背后一定有其原因 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这个人好人还是坏人 对不对 那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 比较公正的角度去看 他为什么会变这样 是因为他性格还是他环境还是什么 所以你看幸福城市 你先看老张做这些事情 再回想说他在什么时间点 突然间从好人变坏人 以本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丁宁 饰演一位霸气外露很精十足的大姐大 他表示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演员 每天都以演员的角度来过人生 另外乐团五月天的成员石头 摆脱温暖形象 饰演坏到骨子里的大反派 他说借由演戏能找到更多写歌灵感 因为我们其实五个人也是个人 那我们真的想要去做什么 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因为对我来讲 就演戏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在写歌的上面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我可以在很有效率的状态下面 然后收集到很多人的人生 除了幸福城市 今年新加坡电影节 也充满浓厚的台湾元素 播放多部台湾当代纪录片 让新国民众更了解台湾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导 一席黑色裤装展现影后气势 刚刚摘下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谢盈轩 日前跟着电影 谁先爱上她的导演及演员们 参加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活动 红毯上恭贺声不断 电影谁先爱上她的 谢盈轩是演一位为家庭付出一切的妈妈 但丈夫过世后却把保险里赔金 留给了同性的外遇对象邱泽 谢盈轩代替儿子向小王宣战 但叛逆期的儿子却倒戈 投向小王阵营 谢盈轩细腻诠释这位母亲心中的煎熬 灵感全来自于日常的观察 因为看了很多妈妈的角色 所以其实我一拿到剧本的时候 看到这么立体的台词 还有这么多面向的一个母亲的角色 我很高兴 那我其实平常也因为常常演母亲的角色 所以关注了很多这样子的女人 谁先爱上她的 除了夺下最佳女主角 还拿下金马最佳剪辑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等奖项 导演徐玉婷 许志燕 谦虚地说是受到老天庇佑 其实你有想过吗 我们会拿这么多奖 没有 是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但是我们只是很努力地说了一个好听的故事 然后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 那可能因为太温暖了 所以就得到老天的庇佑了吗 摘下金马三个奖项 谁先爱上她的 受到新加坡影迷高度关注 电影节门票几乎秒杀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近期在上海盛大举办 上百家台湾厂商参展 从茶叶 琉璃工艺到台湾美食 希望借由进博会推广台湾产品的好 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 让全世界的人民吃到 作为台湾的一个代表性的产品 吃到我们的产品就能够想到台湾 那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台湾的食品 能够得到就是更多的 我们的大陆人民的喜爱 不过这次台商参展 似乎受到两岸情势影响 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明显的展区招牌 台商聚集展区完全见不到台湾两字 而是被品味生活 美食饗宴等名称替代 除了产品及文宣上既有的商标产地外 产地特色完全被淡化 甚至主办单位也避免 与台湾官方接触 转由民间的两岸贸易协会 接下台商报名 据官方背景的台湾贸协 虽然在现场协助台商 但面对中国打压 选择低调面对 就为了减少纷扰 尽管环境困难 大部分业者还是乐观以对 认为进博会是台湾产品 向国际宣传的好机会 中央社记者翟思佳上海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玉龙集团董事长颜凯泰 因为食道癌病逝 由他与父亲亲手打造的 国内篮球竞旅 玉龙纳志杰篮球队 除了透过球团脸书专业 标达对颜董的悼念 一路从球员时期到退役 担任教练的玉龙人 邱启毅和林正明 对于颜董走了 到现在仍难过到难以置信 这两个晚上一直 好像这20年的事情 好像是在昨天发生一样 其实也是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那也希望颜董事长 永远都是活在我们的心中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传承的精神 继续做下去 当在电商场 就只有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 还是不能相信 他对待球员 就好像他的弟弟一样的 去去关照他们 去照顾他们 所以刚刚我讲过说 他不但是 他们来玉龙这边来打球 他也要他们能够将来为自己的 结束他的在这种运动生涯以后 能够自己能够有一个路 要该路去走 他能够协助他们 林正明说老板一再叮咛 他要教育球员 除了会打球 也别忘了念书 更用实际行动 去为球员的退休路土上安排 不仅如此 每逢球星缔造记录的荣耀时刻 严凯泰也乐于到场支持 让球员感念在心 对我来讲 我从18岁就到玉龙了 其实就有点像爸爸一样 他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 然后也给我们很好很好的环境 然后让我们安心的去打球 快得到4千分的时候 就默默的看到老板在楼上 哇 心里其实蛮紧张的 然后很开心很荣幸 在那个时候拿下4千分 有他见证在 球团坦言董事长的奏势 球员难免心情受影响 不过五号球团早上依旧正常操练 预计在六号对上经久的比赛前 球队将进行默哀仪式 而球衣也将系上黑丝带 表达对严凯泰的思念 感谢之情 主要社记者賴齐元 红黄军新北市报道 全面检讨 还七天假 还七天假 艳阳底下高举抗议标语 全台20多个劳工团体 4号下午前往内政部陈晴 要求政府回应归还劳工七天假 民进党九回一选举大败 外界检讨 一利一修修法 同时得罪劳工和雇主 是主因之一 劳动部长许明春日前表示 将与内政部共同研议 回应民众诉求 劳团认为 若政府有意挽回民心 就该付诸行动 如果他今天不给我们一个失职的回应 把相关的修法程序跟期程 报告给大家听 也不愿意承诺未来的修法 要尽速召开公厅会 那我必须要说 民进党明年的选举将会一败再败 有关劳工的休假日数调整 涉及劳动政策 如果劳动部认为 与现行纪念日节日放假日以外 有研议修正劳动金准法 增加劳工休假日的需要 本部原则予以尊重 内政部派出代表收下劳团诚情书 并表示会配合劳动部研议 不过劳团质疑 双方根本没有讨论 场面一度火爆 不 前几天讲的还假到底会不会发生 所以这当然是你内政部的事啊 没有得到内政部具体回应 劳团异行人直接转往行政院抗议 并扬言七天后再来投假 稍晚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 透过新闻稿表示 国定纪念日七天假 已于劳基法第一阶段修法时废除 确立周休二日的明确法源 目前没有恢复的必要 中央社记者叶观银台北报导 新闻热线带您聚焦 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德国和诺威电脑站 1990年到2000年间是全球 自通讯产业前瞻性的指标 参展厂商选择在这里推出革命性的产品 像是Windows 95作业系统和MP3播放器 不过近年来同性质的展览纷纷崛起 像是美国消费电子展和巴塞隆纳世界行动大会 分食了市场大饼 主办单位估计再办下去亏损越来越多 宣布2019年停办 为这个32年历史的资通讯产业盛会 画下句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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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